我們看這一題 它要你對這個微分欄 這要用連鎖定理 我這個函數我叫做mx好了 那現在的話呢 它這個fx 要對x微分欄 第一fx除以dx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這個我令它叫做y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y的五次分 f列y 然後其中這個y是等於1加x 那我連鎖定理的話就是說 這個f先對y微分 再乘以y對x微分 這相當於出一項乘一項 那現在的話呢 這個fy對y微分的話 這個等於5y 5y的四次方 這微分是5y的四次方 乘以y對x微分的話 這一項微分等於0 這一項微分等於1 乘以1 所以是多少5倍的 它把y還原 y的話就是1加x 1加x的四次方 這個就叫連鎖定理 連鎖定理 是除一項乘一項的意思 那 1加x 1加x 1加x